很多人后边不乐意 我为什么这么短 把它说完了呢 因为我后边在开一个新书 啊 我还不到十分钟 我都说完就几大伙 但是我开新书 也是为了锻炼锻炼一下自己 也是让您耳目一新 您听了新鲜 我说一个什么新书呢 我的胆也挺大 我就为了练练能耐了 这我师父说的时候都挺谨慎的 你猜是什么 两个那不敢 季孔一半也是大叔 随唐演义 枪地人老道 说不了 这太难了 我师父当年在三里团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小 那是一零年的事情 他在那说了一个段子叫 张双喜捉腰 真好 他满足的 张双喜捉腰 这时候 他说有来历 好几个老先生给他说的不一样 他当时是请教几个老先生 赌国之先生 李伯祥先生都笨 都不知道 反正故事情节不一样 他也跟我说了 当我小 我没往里记住 可现在我要说书了 再想了就来不及了 但是又得开新书 没有办法 事情逼到这个 现在的情况 不能不开新书了 所以说我就挑了那个 我很喜欢的一个评书 张双喜歌腰 这个情节非常好 但有可能我表达的不好 您听不明白 没关系 慢慢来 这个我师父说是九回 但我说的可能说十好几回 因为我说不明白 但是我说的语言我得解释 您得理解 给您半个钟头理解的时间 我半个钟头说 正好六分钟 我能结束 我下去接场上来 就算原版 张双喜歌腰 很有情节 神鬼类的故事 还有妖怪 什么狐狸 什么吊死鬼 什么水鬼 这都有 而且说录像的这位 现在我不知道是谁 有可能到时让人家看见了 人家说我这怪不好的 我说完 人家说我说的不好 当然跟我师父没法比 说这新书也是很忐忑的心情 说不好 慢慢来 咱们先说这个神鬼一类的 这个比较有扣子 咱说有扣子 有情节 留着一扣子 您下午还来 但是有事就不来 那你就不来 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明星 听听都无所谓 下午还来 我们接着说 张双喜歌腰 神鬼一类的 但是您听不要信 我也是当时我听 当时没往里记 我就听挺好听的 还有鬼什么的 听完以后都不敢回家 特别慎人 你说真是 真有鬼吗 其实没有 后台好多人都聊这个问题 我可能平常聊真有鬼 你说到了半夜十二点 走在郊区 我就感觉后边有东西跟着你 咱是多慎能 甭说小孩的 你上个岁数了 四五十岁了 你也得害怕 你帮我你有头的胆 你站在那 你自个儿走 你不害怕 后边没有人 你走着郊区里边 一趟到 你走着后边 还刮着风 哪是多慎人呢 你不信 你才信 多吓人 为什么说没有呢 这都是好多人说 科学解释 能解释的 开没有 但是有的问题 解释不开 科学没法解释 这玩意就奇怪了 后台好多人都聊天 我跟他说了 我就知道这么一事 北京 某某医院 咱就不说哪了 咱这是北京市的一个医院 重症监护室 11点40的时候 准死人 准死一个人 11点40 准的 每天都是 重症监护室 准死一个人 都来解释 没法解释 你都来 他也死 该吃药 之前该吃药 该喝水 都没事 查病了 什么都没事 到了11点40 这人子死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最后也解释开了 也不迷信啊 人家解释开了 警察过来调查 最后说怎么回事 到11点40的时候 有这个清洁工 到这病房以后 把这插头拔下来 插上吸尘器 在这稀土 这病人能受不了啊 这一段 我就没了 你这玩意 科学怎么解释 你清洁工 这不来 他就死不了 这一来 打烟 插上就死了 再插上 能不能活得过来 重症监护室 您去瞧 现在哪个医院 这重症监护室 一到11点40 死人 这人没法解释 但是 后来人解释开了 就是 打了一个电源 把这个吸尘器插上 最后人开除了 死好一个 这玩意儿 就是玩笑 咱就说 事情肯定因果轮回 这都有的 您不要信 但是还是要做善事 从小到达好的基础 不随地吐台 讲文明 北京市 咱就在这文明一点 你做善事 终有善报 你做恶事 也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这都是老话 后台豪先 帮我们说相 其实说人员 当时有这么一个迷信 说相声的 嘴里边不留得 下地狱 把舌头淡出来 拿掉 当时我听完 我想我说还是不说 说完后 下地狱 把舌头给我拿来 我受不了 有你师傅呢 他说便利 他绕口令说的最好 我绕口令不行 舌头不行 嘴里不留口子 但是这没干啥 但是我们是逗大伙乐 观众乐了 我们这也算做善事 就是各位不开心 来这听场相声 到您哈哈一乐 您少住十年 这玩意也挺好 像是像十年少 这身体有好处 这不算做坏事 但是他说这个 把舌头拿去 这也是迷信 这玩意 没分信 真是回头 下以后 把你舌头拿去 受不了 就是说 您得做好事 不管怎么着 不能做坏事 不要相信迷信 但一定要做好事 刚才说了张双喜作妖 这是一个神鬼类的题材 什么时候的事 你说个订长诗 你念 说着玩 还讲 还订长诗 想一个说一个 人少 说着玩呗 金山竹影几千秋 云所高飞水子流 万里长江飘于带 一轮银月滚金球 远自湖北三千里 进到江南十六州 眉醒一时 观不透 天缘有份 话中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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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举的多累 你把他支 你把他支上 他也是不累 咱那瞪着 打着脸 不知道谁说的 什么人说我 你把他打着脸 观众不乐意 走来 不能再来 这不如买东西 说着玩 反正大伙要求说 那我也就说 没办法 人少 你这都错完了 让我说 我可能就不说 这不合适 耽误时间 说的不能说太多闲话 这闲话就不少了 咱们就就开始了 清朝乾隆年间 北京城西之门外 有一个地方 你看我那里根后场呢 他很着急啊 火烧金光树心断的 第二回 我说他很着急 他坐在那 你赶紧说 赶紧说 说完 你赶紧下来 你争取半个工头 说完了以后 他赶紧上来说 他得说书 引大了呢 我不能说太多了 完了之后呢 观众你留着点那个 让他也说 没定 肯定他必须 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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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着急 他坐在那 我得赶紧说 我得赶紧说 回家 没事 让他等我 赶紧去 西之门外 有一个地方 叫高亮桥 高亮桥 要叫高梁桥的 大伙都知道 这高亮桥的来历 有一位大将军 叫高亮 明朝时候的 高亮赶水 有听过这个铁片大虎 给我师傅唱 故事内容呢 我不用介绍 你听听吧 他网上下载一个 这个铁片大虎 叫高亮赶水 你听完以后 你就明白了 这个故事的来历 唱啊 明白 我就不唱了 故事情节挺好 特别感人一个故事 高亮赶水 水赶回来了 但是高亮将军 英勇就义 死了 后人为纪念他们 这个地方就叫高亮桥 但也有叫高亮桥的 这个地方过去 很少有人住 现在很繁华了 西志门地铁 这几站地民就到了 人也很多 过去不行 居民很少 这一片住的都是穷苦人家 啊 几个住宅 放这周围 小河呀什么的 过去风景挺好 现在没有了 小溪潺潺 鸟语花香 踏青的好去处 现在不行了 过去住人少 你想去那就求人家 也不打扰人家 去那玩 拉个活去唱个戏什么的 去那喊喊嗓子都挺好 现在住的人太多了 穷人家的地方 在高亮桥这呢 住了一户人家 姓张 两口子带一个小孩 丈夫姓张 叫张大乐 你说这名字 张大乐 这多梦了这名字 张大乐 三十来岁 媳妇呢 姓李 李氏 先妻两母 伺候孩子 伺候老公 这老公干嘛呢 叫打拔岔 这个工作很奇怪 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 打拔岔 什么都在 你要说是木匠 弄个木材也行 瓦匠盖个房子 他也明 你说说像 短了笔 他也能传 说书呢 他也能行 谈三弦 没有三弦 他也能来 像郭河明 这就属于打拔岔 郭河明 这是取义人的打拔岔 你让他带房 他不行 打拔岔 什么都能干 奇才啊 丈夫干热活了 每天呢 早出晚归 有的时候甚至 几个月不回来 出去干活 媳妇在家 伺候这孩子 孩子呢 姓张 叫张双喜 就是这个主人公 张双喜 小孩 六七岁 很听话 你看初期的听话 家的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一点叛递心理都没有 你像我小孩 小时候 你这个一番的 师兄弟啊 也是从小 你别看我小时候唱戏 但是那会儿上学的时候 小孩都不听话 但是小孩特别的 听家大人话 从不叛逆 也不犯事 而且说呢 很懂礼貌 见着人就叫 你说来人了 大爷您好 大妈您好 叔叔好 阿姨好 嘴是甜 特别听话 丈夫 每天干完活 回来也挺高兴 看着孩子一天一天长大 很听话 也没出过什么事情 心里边很高兴 有什么事 干着也不累 很辛苦 每天干完活 回来以后 洗脸 换衣服 吃饭 吃完饭 赶紧睡觉 转天还有活 转天起来跟媳妇说 媳妇啊 这个 我们这个工友说了 还有一张子事呢 人家让我去盖房 我不能不去 人家跟我认识 下回有什么活人不叫上我了 你在家看好孩子 到了晚上别开门 看住了 别让孩子出去瞎玩 我过几天就回来 顶多了也都四五天 看好孩子啊 我出去 你要想吃什么的 你就买 没事 我回来 这桩买的呢 这大钱 我给人盖房 人能给我好几点银子呢 看好孩子 我去去就来 把东西收拾好了 张大乐乐走了 就像这娘俩在家里边 这个礼事每天没有什么事情 顶多了认识个人 给俩钱花 缝缝衣服啊 给人洗个衣服 到人大福里边 宅着有钱的 来当个保姆什么的 临时工洗个衣服 这子挣点小钱 养家 正经的还是张大乐养家 每天没事 看着孩子 我主要为这孩子 在家待着 有一天早上起来 理事 给小孩做早饭 做完早饭 把这衣服拿起来 给他缝一缝 做手里边的活 一抹头 看见张双齐恶的炕上 抽出大大 不高兴 直在那挤个嘴 你当妈的心疼过去 嘟了一下 喂 儿啊 你怎么了 你 我 我 我小鱼死了 小鱼死了 穷人家孩子 没得玩 有卖小鲸鱼的 买一条 买一条小鲸鱼 给他玩吧 放一粗瓷碗里面 放点水 小鱼在里边活着 在里边有挺高兴的 穷人家孩子没办法 今天小鱼死了 心里边非常难过 我这小鱼死了 你说每天 他活着的时候 我还能跟他聊聊天 回来 你怎么样了 最近挺好的 还能聊聊天 给你心宽呗 开心 你今天 小鱼死了 你还挺贵的 你小鱼死了 我很不高兴 那我小鱼死了 这怎么办 你别难过了 等麦金鱼的再来 我再给你买一条 不就完了吗 我就要小鱼 我还要这条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 你这样吧 你把这条扔了 把这条扔了 我给你买糖胡子吃 你不要 我吃的糖胡子不好吃 你糖胡子 北京都不好吃 我喜欢吃天津的 你省得上玩 你弄天津的去 你听话 买小狗玩 你不要小狗 我就要小鲸鱼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 你再不听话 不就狼给你摔了 那我要糖和小狗 你看 这不就对了吗 要糖和小狗是不是 嗯 这答应下来了 我就要糖和小狗 嗯 嗯 一低头看着 咱里这鱼 又活动了 刚才是人们 端着碗 这鱼都飘上来了 死了 这一低头鱼又活动了 活动乱跳了 跟刚买过来是一样的 双血一低头一看 我能弄死他了 干嘛弄死他呀 弄死他以后 就能吃糖买小狗玩了 这小孩又有心眼 这小鱼不知多少钱呢 虽然说是喜欢的 假喜欢 小孩 吃糖 这玩意高兴了 喜欢吃糖 买小狗 小狗 好玩啊 那么梦死他 玩去玩去 鱼都活过来 还要什么小狗 玩去玩去 轰一边的 挡着我蛋活的 一会儿回来吃早饭啊 嗯 出去了 到门口啊 坐着 坐着台阶呢 这局面少 基本上就老头老太太居多 在这六八三起来 啊 你好啊 您好 您好 呦 小生醒啊 带着呢 呃 跟我玩去 呃 不了 大概那什么 呃 我妈一会儿就要回去吃饭 您先去玩吧 再见 呦 李的婶 李的婶 您来了 您挺好 最近 吃得好啊 呃 这个 呃 胃口怎么样啊 对 要我 我带您玩一会儿去 不用了 小孩 真听话 真听话 呦 李淑琳来了 你干嘛 最近挺忙的 嘴特别的钱 见谁喊谁 这么玩的呢 一回头啊 打这个 过了一个出家的尼姑 女的啊 尼姑 剃着光头 也是一样 过去有那几种 有一种是 不剃头发 戴一帽子 有一种是剃着头发 光头 啊 有那么两种 这尼姑是中国人给起的名 而据说那尼字啊 是人印度字 就印度 管这尼就是女人的意思 而说很尊敬的意思 尼姑 这姑呢 是中国人给起的姑娘了 而女的尼姑 而是这么一个来历 来了一个尼姑 挺好看的 这尼姑 有一法号叫 静秋 都好听了 叫晚秋都不行 生电影了 叫静秋 特别的漂亮 你说刘长彤也漂亮 柳叶眉省和眼 硬着小口一点点 特别的好看 而且很苗条 你腰跟鼻管似的 就那么好看 了解 好看 说什么 好看 大那边过来了 这儿呢 跨了一个画园的一个袋子 这穿着倒好 过来以后 走到跟前 看着小孩 挺漂亮的 浓眉毛 大眼睛 那脸粉扑扑 挺好看 小孩真好看 小方形一看来人 他也得叫啊 很有礼貌 喝点好 好会儿 你 我是女的 喝点媳妇吧 我一直是 你这孩子 我喝着没有媳妇 我是女的 你不能 你这孩子 哎呀 你不听话 你这孩子 你回家大 没叫你了 我是女的 下个劲儿 不能干嘛 这孩子真讨厌 你一口气还挺大 摔着你生气 给小孩扒了了一下 小孩没站住 往后吞了两下 坐地上 摔了一屁股堆 男人受哭了 本身小鱼这事还没缓着来呢 哭着 他退我 你看你多讨厌的事情 这哭着呢 哭着不大会儿 打这边 过了一和尚 你看出家的松人 你看 两门来回的 来才挺多 来一和尚 也挺漂亮 三十来岁 光头 特别的精神 穿着一风头 这也跨一小洞 过来以后看着孩子哭 哎 小孩子 你哭什么呀 不是你乐着没 没事 这玩意大喜大怼的事情 你哭什么呀 你媳妇打我 你这可没进来 这和尚能有媳妇吗 你反正跟你一样 也是光头 穿着衣服 反正她是个女的 她说她是女的 我要叫她和尚的媳妇 她都不乐意 她能乐意吗 你刚才说过 我都不乐意 不能叫和尚媳妇 那叫什么呀 你好歹论辈 你得叫这一声大姑啊 你人要姓张 你叫张大姑也行啊 这个人要姓徐 你叫徐小姑也可以 当然你 你得尊重一声 你得叫姑 你好听 大姑 人好听了 对不对 你以后别这么叫了 什么和尚媳妇 不能这么叫 行 那那 那我就叫大姑了 哎呀 叫大姑人就乐意了 听我的话 没错 小孩听话啊 谢谢 再见 再见 和尚走了 到了下午 到了下午吃完中午饭 小孩 溜溜神到门口往这一坐 还在这玩 见着还打招 你这优点挺好玩 见着你打招 嘿 老关你好 哎 你好你好你好 哎 你哪见 挺好 一回头那尼姑又回来了 进秋 打这边回来了 他白天呢 有法事 给人办完法事 从这边还回来 回哪呢 回他那个水月安 啊 回他那安里边 他住在那 白天有法事 回来了 到这看见了小孩了 看见小双形了 小双形赶紧站住 让表现一下 大姑好 你竟秋挺高兴的 小孩 谁教你的 大姑 你再再再 躲开我 越来越生气 什么大姑父 心想我这辈子 也不想见着他 什么反应 来就大姑父了 打家伙子 什么呀这是 我今生今世 我也不见了 这小孩太气人了 牛头人家走了 小孩不理解 刚才人家叫大红豆 怎么没错啊 我说话还有错呢 小孩粉饰不见 回屋了 不表小孩 单表了迷辜 他干嘛去了呢 回水 二 请人 还有一棵法事 在西州那边 有一棵法事 去那办 办完以后 八九点钟才能回来 晚上 八九点钟 现在来讲 不算晚 正是热闹的时候了 八九点钟 您这听像了 十一点赛场 回去 还能打着车 这就算不易 过去 八点来钟 关城门 您都进不去了 进不开 露胸土 穿了一个洒结 这底下有宝材 站在这 哪里一扇子 这 帅 小泥 完了 刚才对那个 我 我回去了 回去 水牙的吧 我认识你师父 你认识我师父 你师父 面诀实态了 也不知道他看了什么书 面诀实态都出来了 你看郭大伙 张无忌就在出来了 你说 面诀实态了 我跟他老叫去了 我认识 没事 我们就好谈个佛事 我们就平常到这个 安里边以后 你是会对我款待着呢 那到了佛店以后 那七好茶 我们俩人坐在那 喝唱谈啊 唱谈一下 我们都没问题 你师父 接着 我们把他结婚的似的吧 哈家伙 我们聊的痛快着呢 你师父 在这 双手合并 跟我这聊天 我这边也是一样啊 这个 你也觉得呀 最近挺好的 我跟你说 这个佛 从释迦牟尼开始 我认为 跟我们是相通的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佛是跟你们差不多 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的 直话实字 跟他是一样的 不一样 也不知道哪来的 你又流氓 有人说流氓 其实不对 不是流氓 我得更正一下 这是臭流氓 比流氓还臭臭流氓 来 这事 哎呦 哪去 哎 谁二 哎 他跟我跟我谈的法 我很痛 你得过来过来 他哪见过这个呀 当时吓坏了 令这包子赶紧回去了 把那军民去跑 往前金袍紧过来 小偷偷放下 这个流氓 他什么都干的 好家伙子 他手不干净 一看 小尼姑 有一包包 这我拿着他 对不对 抢个那包包 我还能饿一饿 对不对 把这包包抢了 这包包抢了 把这包包拿回来 我能得点东西 算不赖 他肯定做什么法事 去的 把捞点东西 我这 对不对 还能超着点 他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 这尼姑劲儿还挺大 别看姑娘 劲儿挺大 把这抢过来 一抢两抢没抢动 这尼姑跑了 流氓劲儿大 你说流氓 没有健大 那行 你健哪个流氓 出去之前 煮一马肝 他里后 怀里揣着药 是带瓶水 还要这个 让点流氓事 先吃药 这来不及了 他没有个好身体 赶紧追上去了 金袍紧过 跟着跟着 往前跑 尼姑前面跑 他在后边跟着 金袍起步 尼姑往前一窜身 他一使劲 双伸手 咔 裤子扒起来 这尼姑扫的呀 裤子掉了 他也不是直接掉下来的 从中间分开了 撕开 开一盾 我裤子 你还在那 这不能叫回来 赶紧跑吧 往前跑 搬这水月儿 这水月儿 离这还有一段距离的 我想 别蹲安里边 让我看哪个居民 开个门 我过去躲动也是好的 别让他追上我 你说装完了 我不好 我死也得死在庙里边 回去 找啊 找谁开门呢 另一摇头 看着这边 开着门呢 半眼着 里边有点亮光 赶紧推门进去 把门关上 插着门 背着门 这叫什么事 你就是 办完法事 你看 哎呦 我的裤子掉了 幸亏这有这个衣服打着的 还挺长 咱们科学呗 要不然这全看见了 就算哪道的事 把个人字一瞧 哪边 还往那边跑了 关上门 不行不行 我还得进去 进去跟人说一声 这是谁家呢 瞧了 张双熙他们家 白天 尼姑说这么一句话 这辈子也能见到的 没想到今天就碰见了 你说这个小孩 打小就那么灵 你说这 今天就碰见了 到他们家 他不知道了 一看两个人 小孩躺在床上睡觉 一个女的在那做衣服 在那缝东西 当时的女士不知道 一抬头 怎么见了一人 刚要喊一看 是个尼姑 是个女的 没关系 这都没事了 然后就问了 进来进来 怎么回事 看着底下 你说一般见尼姑 他得穿个裤子 是吧 你看现在新团 超短裙 尼姑改成超短裙了 不像话 你看 你穿裤子 甭提 这不是什么 我在这遇见流氓了 我也看这开着门 估计您倒着水 接水 没来仔细观 幸亏您开着门 要不然我就坏了 谢谢您 我赶紧进来 那个什么 您帮个忙 您家里边有裤子 您跟我来一趟 我好歹穿着 我不能光着回庙里 这不合适 对不对 您随便跟我找一条裤子 这行吗 那没问题 你坐着 你坐着 你等会儿我 这屋不大 半间屋子 半条扛 这边扛在这 这边 家里也没什么贵的 什么都没有 就俩 楼框 放衣服 放裤子 两个 一个是张大愣的 一个是他跟孩子的 别着急 别着急 我给你找一下 先在这 把裤子拿出来 你穿什么 你凑我穿 谢谢您 谢谢您 那什么 我明天早上给您 还过来 您别着急 我离这不远 水月二 没问题 你回去 别着急 别着急 要你再待会儿 别回头 他再把你追上 我看看 阿开门一看 小偷啊 这追也累了 拿着裤子也没用 能干嘛呢 扔了 自个儿回去 没事 一顾一看走了 也放心了 一顾开着门 回到庵里边 这张双行 躺在床上 说是睡觉 其实看见了 不好意思说呀 你白天得罪人家了 一会儿 大姑姑 告诉我的 一会儿 这个和尔齐 这怪不好的 他也觉得不好 跟他妈 再骂他一顿 蒙着背后呀 看着那尼姑进来 看着尼姑出去 他其实看见了 但是他没说话 你是不知道 回来以后 把门关上 躺在床上 把针线活撂下 迷迷噔噔 就要睡觉 当你一找 就感觉有人敲盆 我回来了 谁呀 我 你是谁呀 两口音都听不出来 哦 当家子回来了 害我耳音怎么了 刚才有人 来来来来来 开个门吧 把门开开了 张大乐们回来了 干完活 拎了一瓶酒 拎了一包肉 看起来啊 喝点酒 进来以后 嗯 媳妇啊 挺好了 还要得听话呀 听听话 哎呦 你说怎么了 哎 是不是刚干活活的 工地那都撂完了 我这都给人盖好了 就差人家自个儿收拾了 你看人家本家挺好 啊 给我二两银子 完了以后呢 给我弄了瓶酒 给我买了包肉 你说人家对我多好啊 我刚才没怎么喝 第二个 一会我收拾收拾 咱们两口子 喝会就怎么样了 啊 没问题 来来来 你回来回来 赶紧坐坐坐坐下 我跟你打水 洗脸洗脚 尝尝尝 赶紧去吧 赶紧去 离世这边打水 烧好了以后 洗脸洗脚 这边张大乐说了 孩子睡着了 我别打扰他了 这样吧 把东西规置好了 哎 你给我找到新裤子 过来我这这裤子弄破了 你给我找条裤子过来 你给我找条新裤子过来 把门子进去 我找找找找找找 离世过去 把锣筐打开 左翻了右翻了 哎 没有啊 我记得有一条啊 你刚洗完 那会放在这没了 放在铺头上呢 哦 坏了 拿错了 怎么拿错了 他放在铺头上 刚洗完 他放错了 他还以为那是他的裤子呢 没想到 把他丈夫的裤子拿给你 一股了 拿错了 当时啊 下意识地说了这么一句 哎 错了 咱们都弄一听 你 感觉错事了 哦 没那个 没事没事 呃 你这样 回会儿的 那种给你说什么 别别别 你你你你回来 你跟我说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错了 怎么错了 哎 你别问 别问 那个什么 我就想你来的 你没事 没什么事 啊 你好好做 我赶紧去 你过来 过来过来 什么事别瞒着我 两口不碎他这个了 赶紧告诉怎么回事 告诉玩家 天晓云赛 什么事都没有 要不告诉我 今天晚上过不去 赶紧告诉我 怎么回事 你说你这 我明天告诉你 不用玩了 我孩子睡觉 你别嚷嚷 这邻居都睡不觉呢 好家伙你这一掌 都都想着怎么办呢 这不好说话呀 你别跟我说这了 赶紧说你怎么错了 办什么事 你这人怎么回事 我 我就是拿破了 我给人了 给人了 你看你非得问 刚才来了个人 我把裤子给他了 你不跟没说一样吗 给谁了呀 那是我的裤子呀 给谁了 这儿问着给谁了 张成喜听见了 他没睡着 这边偷听 拿耳朵听着 他爸爸这边问 你到底给谁了 张成喜把被子瞄起来 给合唱 你刚好 我才出来了 你才出来了 我留了半个小时给你 快点 你怎么办 想着手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